如果我希望把剛剛的這個結果 不是只有存成CSV 剛剛是存CSV啦 可是就馬上就有同學 說老師這個存CSV 雖然很接近eSale 但畢竟它不是eSale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 真的可以幫我存成eSale 那也就是負檔0 就是點CSV改成XLSX 那這個的話呢 必須要付出相對的代價 為什麼? 因為這個f物件 檔案物件是內建的 它已經有了 像open的這個function 它已經內建了 所以你不需要特別還要裝什麼 可是如果假設 你要去存取那個eSale檔案的話 那至少會有十幾種的模組可以辦得到 那其中我覺得最簡單的就是這個 叫open有沒有 openpy 這個py應該py就是Python的縮寫 那XL應該就也是有了縮寫 有沒有 openpyXL 這個的話呢 其實相對是最簡單的 不過呢 因為它不是內建的 所以你們待會會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要知道怎麼安裝外掛 因為很多人如果不會安裝外掛 那等於你就學一半 我們不是學一半 可能才學個皮毛吧 因為其實Python最厲害就是它有非常多的 可能幾十萬種的外掛 每一個外掛就是一個解決方案 解決一個可能你需要的一個問題 那基本上都已經有人寫好了 你只要懂得把它掛上去 然後找到你要的function 然後去產生你要的這個結果 就ok了 其中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找到像那個openpyXL這個 那要怎麼run 首先第一個 各位有沒有看到有個寫入範本 這個寫入範本底下這幾個 一直到底下這個分格符號這邊 總共有2、4、6行 我想這個範本你們先把它Ctrl-C好了 複製一下 然後先把它貼到 這邊應該在第11頁的地方 有個寫入範本帽號下方有這六行 然後請你把這六行複製之後 開一個新的模組 把它貼上就ok了 總共六行就這六行 那這六行的話實際上就是一個寫入範本 那我大概講一下這個範本 它的基本的內容 首先的話各位可以看到fromopenpyXL 應該可以知道它這個是它的剛剛的這個外掛名稱 那後面有加一個input input的話呢 因為我剛剛有講過嘛 eSale它的架構一定是先工作簿 裡面就有工作表 工作表裡面就是一列一列一列的資料嘛 或者是一欄一欄的資料 那如果我要寫入資料的話 其實我們就用一列一列的寫進去啦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我會需要能夠控制第一個 最外面這個工作簿嘛 所以在openpyXL裡面 它的下一層呢 就是有一個對應的一個叫workbook的 一個什麼 一個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的話呢 它其實就可以怎麼樣 可以對應到控制工作簿的功能 所以有沒有from這個input這個workbook 通過這個workbook它可以做什麼呢 它可以產生一個工作簿的物件 所以下面這一行 就是先幫我產生一個wb的一個工作簿物件 那工作簿物件呢 下一層的話就工作表 那工作表怎麼產生 後面的話其實就一個wb物件 .active 那.active的話實際上 指的就是目前被指到的那個工作簿啦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都第一個啦 ok 就是那一個啦 就是那個工作簿 理論上第一個 那把那個工作簿當成一個物件名稱 叫shit ok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已經工作簿工作簿 那如果我今天要把資料放進去的話 很簡單 只要透過shit的物件裡面有個方法 叫append 欸append append不是跟之前那個串列裡面append的類似嗎 其實是同樣的道理 就是我要把資料寫進去 那寫什麼呢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是 這個瓜糊裡面只能夠放串列 所以我之後如果要把資料放進去 那我變成要先準備一個串列 看是要幾個資料啦 如果兩欄就是類似這樣長這樣 然後就把它放進去 它就幫我寫到第一列了 那如果你要再寫第二列的話 再加一個append 那如果要第三列再一個 那如果要第三列再一個 不過啦 這個大概如果要列出很多的話 你就寫個回圈就好了 有沒有 拿一個回圈範圍 然後裡面的話就shit the append 然後把那個串列放在裡面 它就可以幫你把所有資料寫進去了 ok 寫進去之後的話 最後要存檔很簡單 就是透過這個 工作簿物件裡面有個方法 叫safe 後面的話只要給它一個檔名 跟副檔名 這樣子就存檔了 ok 應該不難理解吧 ok 所以呢 好 那這個是一個範本 那待會我們要把這個範本 改成剛剛我們那個會員的資料 不過遇到第一個問題 你如果把它run執行會怎麼樣 請各位看一下 run了之後呢 理論上 如果你沒有安裝那個外掛 叫做openpyxl 有沒有 它馬上會出現錯誤 他說module 有沒有module是模組 拿著放L 什麼意思 就是沒有安裝啦 ok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個openpyxl安裝起來 特別注意 待會最重要的事情 那同樣的方法以後如果 假設你有別的外掛 可以用同樣的方式把它裝起來 那如果以後你看到什麼module net not fun no module net 裝的方式有點麻煩 因為它沒有圖形化的工具 變成接下來的動作 你要自己要學會下指令 ok 所以接下來第一個動作 請你開啟C碟底下 我們之前好像 如果你不是C碟 你可能在別的地方 C碟底下有個叫什麼 Python 384 還記得吧 就是我們懶人包的位置 ok 第一個 請你先找到 如果預設路徑是C碟底下的Python 384 第二的話 請你 喔 特別是找到它 接下來的話 請你在這個Python 384上面點一下 點它的路徑位置這裡 點一下 然後它會出現C冒號斜線Python 384 那你就直接輸入三個字 叫 C M D CMD的話 意思是Enter的話 它會跳出什麼 跳出一個DOS模式 OK 不過理論上 應該是黑比白色 不過這個可能之前別的老師改過 反正就這個DOS 對了 再來的話 請你在這上面要打指令 OK 所以這個是比較難的 那打什麼指令 就是你要安裝那個你要的 不過這一串 如果你假設你怕打錯 我在雲端上是有放 在哪裡呢 寫入範本的上一行 就是打這一串 Python 1-1-m 空一格PIP 空一格Install 然後後面這個名稱 就是我們要按錯 意思是說 請你幫我用Python的exe 幫我指定目前的路徑 把這個裝到我們的Python的環境裡面 所以假設你這一串不會 我是建議你開始把這一串複製一下 Ctrl C 接下來的話就到這個命令 這個DOS模式底下有沒有 把它貼上 不過貼好像它按右鍵就貼吧 或者上面這個地方可以按右鍵 這邊 記得這一列上面按右鍵 它才會有編輯 然後把它貼上 在上面這個地方 它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編輯貼上 OK 或者好像按右鍵 好像也可以貼上 我記得 對 右鍵也是貼上 反正只要把這個指定貼上 或者如果說你要自己打也可以 這個也沒幾個字 好 接下來按Enter 理論上如果沒有錯誤訊息的話 它這個時候會連到Python的主機 去把這個模組外掛直接把它download下來 然後幫你把它放到Python的函式庫裡面 至於放哪裡 這個應該不重要 你們自己假設它是放在這個位置 它底下會跟你講哪個路 這邊會跟你講說 主要關鍵字 如果你看到這個關鍵字 那表示應該OK了 看到這個 Successful應該看得懂 如果你是沒有看到Successful 那表示你沒安裝成功 好 那這樣安裝成功之後的話 接下來 OK吧 應該沒有很困難吧 我是怕你們最難的是這個 就是打開C冒號斜線這邊點一下 打Cmd 然後把剛剛的指令複製之後 按右鍵就可以 Enter 它就可以幫你安裝 好 裝完之後的話 然後接下來剛剛執行的時候會發生錯誤 有沒有 Module not the font 這個L就不會出現了 取而代之的就是 它真的幫你把資料寫到… 寫的話應該是就是欄位名稱 有一個Member跟TL 電話嘛 然後這個是編號 然後電話寫進去 把它存檔 所以打開的話 理論上就是兩列資料 然後兩欄資料 OK 兩列兩欄 執行一下 沒有錯誤訊息 恭喜 應該會在更目率裡面會看到這個檔 如果有看到 那表示是成功的 C疊底下我應該是放在Python的2024這裡 然後我把它按照 這邊有Sample 這個點兩欄 打開看一下 兩列兩欄 有沒有看到 兩列兩欄 有耶 OK 那表示應該是對的 所以這個兩列有沒有 所以對應的關係就是這樣 它寫的方法就是一個序詞點 Append有沒有 它就是寫這個東西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再寫下一個就是這個 所以如果你還有第二個的話 你就會繼續寫 它會一直寫一直寫 所以它的概念其實就是 一列一列的概念 一列裡面就是放一個串列給它 如果這個串列有兩個 它就兩欄 三個就三欄 一直類推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我們剛剛是十個會員 那你就把這個回圈 先把它輸出到這邊應該就OK了 想想看有沒有辦法把它改一下 應該是OK的 也沒有很困難 難的話應該是安裝這個模組會比較難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是利用這個雲端上面這個寫入範本 你跑一定會有那個錯誤 那你就把這一行安裝的方式把它裝起來就可以 那未來如果你要安裝別的外掛的話 其實關鍵的地方前面這幾個字都一樣 不一樣的話就是這個模組的名稱改一下而已 OK 那也就是說在Python目前大概 之前看是五十幾萬個吧 外掛 五十幾萬個外掛 OK 所以意思就是人家該寫都寫完了啦 所以也輪不到你寫啦 你現在剩下就是你要會用啦 OK 所以你在那個上面打e-sale 跟你講 e-sale是一大堆 可以存取e-sale 這多到不行 所以剩下的比較麻煩就是到底應該用哪一個 OK 所以可花時間的地方就要花 到底用哪一個比較適合 因為它可以很複雜的 也可以用很簡單的 所以我就找到這個是相對比較簡單 另外可以參考AI啦 TriGVT或者其他 我看一下好像大家都用這個比較多 我自己看一看 好像這個我用起來也還不是很費力 所以我就挑這個啦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